要说去年芒果台最火热的综艺节目是什么 那一定要提名披荆斩棘的哥哥了 该节目已经推出迅速火爆全网 披荆斩棘的哥哥播出后 大伙在面对浪姐的口碑 一记不如一记 隔壁台的追光把哥哥也率先播出的窘况下 热档节目在最初播出时实在是不被看好 但该节目还是凭借着每个炸裂的舞台 和哥哥们之间有趣的化学反应 成为了那个时间段的综艺之王 浪姐第三季即将开启录制 而一项深谙流量密码的芒果台 也顺势推出了几档批哥的衍生综艺 效果也都还不错 而借着这个东风 网传第三季成风破浪的姐姐 即将在三月初开启全新录制 当初浪姐第一季出来的时候 也成为了现象级的综艺 其中的不少姐姐也是靠着这档节目成功翻红 而后第二季虽然因为各种原因口碑和热度都不如以前了 但这类型的节目可依旧是观众们的心头好 只要热度依旧在 那这档节目也将会一直存在 第三季阵容 豪华日前浪姐新一季的最终嘉宾名单也已经爆出了 不得不说第三季的阵容堪称豪华 别的不说 仅是主持人这一块 前两季的浪姐主持人只是并不太专业的黄晓明 无论是控场能力还是语言表达与专业的主持人相比 差距还是很大的 而且第二季因为网络上的一些舆论 黄晓明干脆直接退出了节目的录制 而第三季节目组则吸取了教训 直接请来了我们的总台主持人周涛和杨兰来轮番主持 不得不说有这二位正场子 这个节目的水准似乎一下子就上来了 歌艺双绝女艺人比比皆是而嘉宾阵容 也堪称星光异议 丝毫不输前两季 此次爆出的阵容中与前两季一样 不乏有实力派唱江元亚维 温兰等 还有如第一季的王菲菲和孟佳 这样曾经在韩国出道的女团成员曹璐 除此以外薛凯奇 胡姓儿 七威 蔡卓妍 钟馨童等 都是歌艺双绝的女艺人 而且此前七威在助阵老公李承炫的时候 展现出来的实力也让许多人惊艳 不知道时候能否再看到夫妻俩同台呢 袁冰岩 王心灵惊喜加盟舞台 而在名单中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人也将加盟 如近两年的古装女神袁冰岩 因一步流离而让大众熟知 大火后也一直在镜组拍摄新剧 虽然很少看到袁冰岩的舞台 但此前其在某卫视元宵喜乐会的古风舞台 惊艳了许多人 此次她能加盟浪姐 三真的算是一种惊喜了 而我们的甜蜜天后 王心灵此次也将重磅加盟 出道18年缔造了无数金曲 她就像是一个甜蜜的梦 听她的歌 看她的电视剧都仿佛能带人回到年少的时光 她的许多歌曲都仿佛有时代的印记 不知在这个舞台上能看到她又带来怎样的舞台 本季两位大姐大 而无论是浪姐的哪一季 都少不了一个大姐大的人物 如第一季的宁静 第二季的奈英 而第三季似乎要迎来两位大姐大了 那就是李文和李冰冰 两位都属于出道多年 在各自领域都有杰出成就的艺人 不知两位谁能成为新一季的领军人物 目前曝出来的最终名单中 你更期待谁的舞台呢 哇 哇